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给你分享盘式饼的做法 外酥离软,诗诗昏明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盆里倒入400克的面粉 加点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搅拌均匀后,用150毫升的开水把面粉烫一半 另一半用120毫升的凉水来和面 搬汤面做好的成品,吃着柔软也劲道 两种面絮搅拌到一块 再下手揉成面团 多揉一会儿 最后是这种光滑偏软一些的面团就行了 放到面垫上搓成长条 切成等会儿的面剂 再将每个面剂都充分的揉圆 搓成圆柱形 摆到刷好油的盘子里面 盖上保鲜膜,饧面40分钟 趁饧面时,来调个油酥 碗里倒入几勺面粉 一勺盐,半勺13香 浇上烧好的热油,激化出香味 搅拌均匀,调成稀一点的油酥备用 时间到以后,取出一个面剂 按扁,擀成长黄形的薄面片 淋上一勺调好的油酥 用手或刷子均匀的抹开 然后用切刀切成均匀的细长条 注意一下,两头不用切开哦 都切好之后,用手捏住两头 轻轻的伸长一些 然后再往中间盘起来 最后按压成圆柄的形状就可以了 垫饼趁预热刷上一层油 放入擀好的饼胚 表面刷点油,锁住水分 放入擀好的饼胚 用中火先烙上两分钟 一面金黄,给小饼换一面 中间可以给饼子来回多换几次面 这样上色均匀,颜色也好看 最后像这样两面金黄 小饼就熟了 可以出锅了 咱们的盘丝饼就做好了 表皮都烙酥脆了 用手捏一捏,层次就出来了 丝丝昏明 吃起来又香又软 做法也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